准备铺装工具,水平尺,直角尺,温湿度计,铅笔,裁切刀,卷尺,回力钩,对地面进行清理,保持安装地面的清洁。 使用水平尺测量地面平整度,地面高低差应在2毫米以内。 将需要安装的地板搬入房间,放置至少24小时,适应环境温度。 测量铺装环境温度,确保其在允许范围内。 预留伸缩缝所需要的鞋子。 地板安装 请仔细阅读包装盒上的安装指引, 然后拆开包装取出地板。 选定起铺的墙边,放置好鞋子预留8到10毫米的伸缩缝。 第一块地板定位于墙边紧靠鞋子。 再将第二块的短边铺损,嵌入第一块的短边凹槽内,依次安装延伸。 扶置对面墙壁时,按本行剩余的安装长度对地板裁切分割。 将需要裁切的地板与已铺的地板凹槽相对进行裁切。 裁切后,将地板180度转向后铺装。 一部分安装在本行,另一部分安装在第二行的起头位置。 若上一行剩余部分地板长度不足20厘米,下一行重新采接半片地板,或用一片完整地板起铺。 确保是工字形铺装。 接着安装下一块地板。 地板长边的安装方法 B板放在紧靠A板和C板的位置。 先将B板短边凸损陷入A板凹槽内,锁紧后放平。 将A板和B板外缘整体略微提起,与地面呈20至45度角。 将B板稍用力往C板方向平推锁紧。 放平A板和B板即可完成安装。 多片地板连接快速拼装。 取一块地板分割成小块作为连接固定块。 将两块地板短边相连接。 结合处边缘,用小块地板凸损陷入,以固定地板连接。 将拼装的长条地板整体安装。 地板的铺排方式 正确的地板铺排方式应成公字形铺装,不能以一字形并排的铺排方式进行铺装。 以此类推竹形安装,完成地板剩余部分的铺装。 地板收边 安装到墙边或者转角时,如果需铺装面和地板形状或尺寸不合适,按照铺装面的形状对地板裁切后再安装。 L型转角收边 先在转角处放置鞋子。 取代铺装的地板与已铺装好的地板平行放置。 一边紧靠L型拐角边上的鞋子。 用直角尺一边靠着带铺装地板,另一边靠着墙边的鞋子划线。 然后用相同的方法在另一个直角边划线。 用美工刀配合直角尺沿线裁切。 在两线焦点处可用电钻钻一个孔,然后沿裁切线掰断地板即可铺装。 U型转角收边 先在转角处放置鞋子。 取代铺装地板放置在将要铺装的位置。 用直角尺的一边靠着代铺装地板,直角尺另一边靠着墙边鞋子划一条线。 用同样的方法确定U型转角开口位置宽度。 再用尺子测量已铺装的地板到墙边鞋子的距离,并划上线。 用美工刀配合直角尺沿线裁切。 在连线焦点处可以用电钻钻一个孔,然后沿裁切线掰断地板即可铺装。 在地板收边时,如预有双手不易操作的地方可使用回力钩。 先将地板凸损倾斜嵌入凹槽,一边在损边为完全进入凹槽的地方辅助按压。 一边用回力钩勾住地板稍用力往后拉,即可完成安装。 错误的安装方法 正确的安装应将凸损嵌入凹槽,不能用凹槽来扣入凸损。 如此铺装亦造成地板扣形损坏和扣形配合不到位,影响地板的使用效果。 2. 锤子敲 正确的安装应将扣形安装到位,自然扣入,不能用外力野蛮施工。 3. 一字拼 正确的安装应成公字形排列,不能一字形排列。 4. 不按顺序安装 正确的安装顺序应先扣入短边,再扣入长边。 不能先扣入长边,再扣入短边。 5. 预留伸缩缝 正确的安装方法应在墙边预留8到10毫米伸缩缝,不能直接紧挨着墙边开始铺装。 附件安装 地板铺装完成后,将墙边处的锡子全部去掉。 在房间墙边安装地脚线。 准备好地脚线,调整电距锯片倾斜角柱为45度。 将地脚线的转角端,齐成45度斜面。 将地脚线反面涂上面钉胶,把地脚线贴装到墙边。 对于大面积铺装,铺装长度或宽度超过8米时,需预留8到10毫米的伸缩缝,进行隔断。 安装压边条。 压边条背面涂上玻璃胶,安装到伸缩缝上。 市面上有木质、复合与金属等各类压边条、收边条及地脚线。 可根据业主自身的偏好,自行选择。 地板的维护保养。 为更好的保护地板表面,可在地板铺装完成后,将地板清洁干净。 打上地板蜡作为保护层。 安装完成。 安装完成即可摆放家具。 为减轻家具对地板的直接承压造成凹印, 即避免家具因经常突动,其尖锐处对地面造成刮伤, 可在家具底部电上缓充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